比特幣走出了成功的正倉嗎?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現在我的以太坊空單呢 還是賺著28000美金 那比特幣是賺著18000美金 那其實我已經把這個倉位給對沖掉了 那為的就是規避今天晚上 我們東八區2點會發布的消息面 那為了規避這個消息面 我已經把它給對沖掉了 那如果說 我只要把我現在的這些未捷盈盔 再加上我對沖的未捷盈盔 就是我這單到目前為止所賺的錢 那大概是 這邊是18000吧 然後28000 然後再加上 這邊是大概9000吧 所以應該是個55000美金左右 OK 大概是個55000美金左右 那我對沖的時候呢 其實對沖跟平常 對於我們的賬戶的餘額來說 基本上是沒有影響 沒有任何影響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我已經平常了 不過 對沖跟直接平常在心理層面上 還是會有些微的不同的 所以我先做這個操作 來規避今天晚上的風險 那針對今天晚上呢 我們很有可能會再另外做一支影片 好 那如果你也對交易感興趣的話 Bybet 是我最推薦的交易所 無論從掛單深度 順滑體驗 交易界面 都無可挑剔 也是我一直在用的交易所 下方還有更多 頭部頂尖交易所 我保證是全網 反環比例最高的交易註冊鏈節 也非常歡迎各位 免費加入我的Discord 跟我還有各位群友們一起討論行情 我們現在就看到比特幣的圖表吧 那麼其實比特幣呢 現在啊 它是不是走出了一個成功的正常呢 我們先從日線級別來看 好 那麼 很多人可能會把正常跟彈簧去搞混 那麼在此處它出現了反彈行為 即使成功了它也是個正常 它不會是一個彈簧 為什麼呢 這個差別是什麼地方呢 好 沒關係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啊 我們之前的這個底部 它很明顯 就是一個吸召嘛 那麼哪邊是正常 哪邊是彈簧呢 這裡是彈簧 因為彈簧過後呢 它就要直接開始上漲囉 那麼正常 它可以只是一個 把大家籌碼正調的行為 那麼 我們在這一次呢 這裡是正常 那這裡 是彈簧 那麼我們現在其實 是彈簧的機率很小很小 因為我們現在 連二次測試都沒有 供應衰竭也沒有 那你說 從這裡彈簧之後 就要引領 診斷 走勢開始向上了嗎 我相信這是很難很難的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再來 往前看一下啊 我們可以再看到之前的幾個吸召區間 像這個區間呢 它沒有正常 OK 它沒有正常 這個是恐慌拋手 這個不是正常 那 它在後面的沒有正常 那麼 它有沒有彈簧呢 也沒有 它沒有正常 也沒有彈簧 好 OK 我們再看到更前面了 我們再看到我們上一輪 熊士的最底部 那麼我們上一輪熊士呢 其實在此處啊 這裡就是一個 非常完美的彈簧 OK 彈簧過後就開啟一波大級別的上漲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就是 我們現在 是不是一個成功的 正常 那麼就以目前來看呢 它 很有可能 是 但是 有一些地方呢 是需要我們再密切觀察的 那我可以舉上一個例子 也就是 就是我們之前在519相提的時候 所看到的那次正常 你可以發現它有一些很明確的行為 就是 它突破了前一個震盪的區間 你可以發現 它 正常過後呢 直接往上突破了 那麼 我們看到我們當前的盤面 我們當前的盤面是 它還沒有 對吧 我們前一個震盪的區間是哪呢 就是在前面這裡嘛 那它還沒有突破整個區間 所以 它不是正常的可能也是有的 那再來我們再往前看 在此處呢 我們可以發現 它 可不可以再次回落 可以 不過這次回落呢 已經算是二次測試了 它回落的時候 供應非常的衰竭 供應已經消失了 OK 供應已經消失了 供應不能放大 那我們在此處呢 你可以發現 它供應 我認為不能算是完全消失了 那 對於空投比較有利的結果 就是在此處 它下跌的時候 空投是有放出巨量的 OK 空投一定要放出巨量 那麼 我們可以再回去比較 我們要 我們在此處 我們在此處 它反彈的時候 它的量能的表現 其實 勉勉強強還可以 OK 勉勉強強 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如果說 它很大的話 如果說在此處它反彈的 量能可能平均都 來到這種高度 那麼我就會認為 它在此處 是一個成功的 是一個成功的 正常 是有非常大的可能 那你可以發現 我們上一次 這是一個成功的正常 那它的量能表現呢 很明顯 就比我們這次還要更突出 好 那麼我們再把 級別再切小一點 我們看一下 比較細節的變化 那對於比較細節來說呢 其實我們反彈是來到了一個 互換位 那這個互換位 其實 我們從4小時也可以看到 就是這裡 我們反彈到此處 它就停止了 好 那 只要價格呢 它再次佔回去 19500上方的話 我就會認為空頭有非常大的風險 有非常大的風險 那麼對於此時此刻來說啊 我其實 我 對沖的時候呢 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把它給對沖掉了 OK 那我可能 呃 我看看今天晚上要不要直播吧 如果直播的話 我也會展示給大家看的 那它現在其實在走的就是 一個 一個區間內的政黨吧 我認為 只能歸類為一個區間內的政黨 那我們再看 它是如何做選擇的 OK 如果說這裡跌破的話 那我是一定會 一定會把 空單給開回來的 我手上一定會持有空單啊 那如果說 網上約過19500 站穩 那麼對於空頭來說 就真的是比較有風險 好 非常感謝各位 掰掰